陪審團在星期一裁決 2022年1月6日國會大廈騷亂期間 將腳放在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·佩洛西辦公桌上擺拍的 美國男子李查德·巴內特所受到的所有八項指控都成立 華盛頓一個陪審團對巴內特作出了有罪的裁決 包括擾亂公共秩序、干涉警察和妨礙一項政府官方程序 巴內特來自南部的阿肯色州 他是那些照片屬於國會大廈騷亂事件的最著名的照片 當時騷亂發生時國會只是開會 認證拜登贏得2020年3月3日的總統選舉 巴內特在佩洛西辦公室裡 拿走了議長寫給另一位議員的信封 還留了一張有粗口的字條給佩洛西 巴內特因拿走信封而被判定犯有盜竊罪 他還因攜帶一支電擊槍 並將他放在一個摺疊的手帳裡 而被判是犯有攜帶危險無棄罪 審判在首都華盛頓的聯邦地區法院進行 持續了兩個星期 被告在審判期間出庭為自己辯護 在陪審團作出裁決後 巴內特在法庭外對媒體說 對他的有罪裁決是不公正 並表示他將會上訴 他提到的上訴理由包括 他曾經要求將審判的地點從華盛頓 改為鴉肯息 但遭到法官拒絕 因此某種要求